字幕提供 有一種美美是隱藏在大城小區之中 至少這六位香港土產的世界級大臣不斷認為 他們的生活日常就在裏面細味探索 多虧他們令世界可以認識到香港小區的獨特美 我是Antonio 我是一個多重感官調酒師 其實我的調酒特色通常都會注重於Five Senses的雞尾酒 五罐 例如抽角、味角、聽角、視角等 這幾樣東西混合一起做的雞尾酒 我不是單是做雞尾酒 其實我是買一個Experience給我的客人 其實我本來的Experience 真的有不同的雞尾酒會有不同的 當然你會看到有些玩樂的成份在裏面 好喝好看最主要是這樣 其實有時都是可能去吃東西 或者是真的在城市遊走去不同的workshop去看 去學習了些新的東西 再去融入我的雞尾酒入面 如果在香港找不同的元素做一杯concept的Cocktail 我相信應該沒有問題 Antonio被稱為調酒界的魔術師 他的作品亦都在國際獲獎得度肯定 亦改變了香港人對於雞尾酒的看法 他的靈感就是來自生活和我們的社區 你猜調酒師的家裡最多是什麼 一定不是酒 凶嬌嬌的雪櫃 我覺得最多的其中一樣 打開我最多的肯定是花哩花綠的衣服 花衣服是我的名牌 每次去倫敦我一定會去同一間店 去買他的花衣服 因為他每一次的花衣服只會出一次 是一個限定的版本 就像雞尾酒一樣 每一次的經驗都會不一樣 是限定的版本 我們今天的計劃 會在中環和油麻地的地方 尋找不同的元素去製作雞尾酒 絕對是一個五感的調酒 5Senses Cocktail 其實油麻地的倫中環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因為它也會有些舊的建築物 還有一些新的建築物 一個新舊的膠雜 我從小到大都是來到我18歲的時候 已經來這裡買東西 已經知道這裡是專門買餐飲料的東西 Antonio 創作的酒就像一本故事書一樣 每一頁都有意思 屬於香港的雞尾酒 第一頁他認為要由舊時的小魚港開始 就在上海街的一間老店 他打算找木製器具 呈現老香港的味道 我們今天來這裡是尋寶 其實今天來主要想選一個特別的 盛載器皿 配合雞尾酒 咦 我找到一個很可愛的船 可以嘗試在野飲 我有時候覺得不一定要用杯去裝飲料 其實很多東西 真的有時候說花瓶 Matter of fact 都可以裝飲料 我自己會喜歡一些特別的Sake杯 在這裡 還有你會看到一些比較有趣的 好像很中式那些 先飲為經 戰鬥碗 我們這些 這個都可以 雞尾酒 Presentation 通常都可以誇張一點 通常都會比較喜歡 浮誇一點的東西 就好像我平時穿 花哩花綠的襯衣 我想這個應該都會很適合我 心水拿去做一個container 這裡其實超過50年的歷史 聽聞這裡的老闆 以前會喜歡找一些舊木 去自己去學做家師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綽號 他叫爛木教授 其實在這裡最主要 會找到很多不同的興奮 有時候比賽的 都會用到 例如這些底盤 或者可能真的一個盒 但你後面可以裝飲料 每一次來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新鮮 好像尋寶 看看有什麼新奇的東西 你會看到這張 好像又不高又不高的椅子 其實它是用來弄腳的 當你坐在辦公室的時候 你的腳有時候不夠長 它用來讓你去弄腳 或者在家裡看電視 而這個 attention to detail 很微的細節 其實跟做雞尾酒一樣 很少的細節 也會對雞尾酒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十分之欣賞這個 其實在中環都差不多做了20年了 我覺得它在什麼地方 是一個永遠都不會睡覺的城市 因為其實在中環 你可以隨時 很簡單容易 找到不同國家吃到的東西 中環都會找到一些 比較有歷史的店舖 等一間 我們就會去一個 有60多年歷史的茶店 另外還有一間 差不多70多年的芥汁店 這些都是平時我去的地方 你好,黎先生 你好 又是我 又是你 不敢騷擾你 對,別這麼說 其實上次我在這裡 買了荔枝紅茶 我外國的酒師 也說想再買多一點 所以我今天特地來 謝謝你 再次操訪 可以幫我綁回五、兩、十兩 一間我想試做飲料 好的… 你有很多不同的茶 還有這些器皿 都很經典 五、六十年了 五、六十年 都沒有改變過這個莊王 我相信這個是經典的經典 有甚麼東西 這是龍井 好 新到的龍井,你聞一下 可以嘗嘗這些 很清茶的香味 對,這些龍井最合時就是春茶 春茶最合時 這就是烏龍,今年到的 你聞一下 很清香的感覺 我覺得藍藍藍藍 對,可以配 我立刻覺得 我可以想到有些東西可以配到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茶 好像荔枝紅茶 它會有荔枝的香 但它沒有荔枝裡面 我怎樣去把咖哩 可以配合到它 昇華了 在雞尾酒裡面 就用了這個 其實絕對是有很多不同的 可以讓我發揮 這樣嗎 我想要一點 無論如何都要荔枝 好… 麻煩你把荔枝也秤了 好,我先秤給你 對 你的磅也很有歷史 你有眼光 有… 57年了 哇 紙蓋可以擋住濕氣 你不要被這茶吸到那麼多濕氣 明白 而且這茶裡面有些濕氣 可以帶走濕氣 啊,OK 如果你焗住這茶 這濕氣在這茶葉上 這茶會變窝 Antonio對於調酒的材料 非常講究 每次都會親自來到茶莊 試過才入手 亦因為這樣 由客人變成老友 慣常都會坐下試茶交流 和老闆去找最好的茶種 完美地融入雞尾酒之中 綠熱綠會 綠熱綠會 綠熱茶壺 跟我們的調酒師差不多 要先把杯子弄冷 對 其實很共通的地方 可以看它的功夫茶 先把茶杯弄熱 令到它的溫度一樣 就像雞尾酒一樣 我們會把杯子加冰 令到它夠冷 我們倒一些飲料 它的溫度相對不會因為這樣而降低 功夫茶那裡就是它夠熱 它倒一些茶 也不會令到它的溫度下跌 這個也很想像 我們看看夠不夠 也挺多 對,功夫茶的茶葉是要放多 為何要搖壁 它的壺 幼的在底部 粗的在壺咀 待會倒茶的時候 湖嘴沒有那麼多碎 明白 今天我學到東西了 我們還要慢慢拉的意思 就是每一杯的濃度都一樣 明白 也跟調酒一樣 如果四杯跟一樣的東西 我們會先把它分開 不只是倒進第一杯裡 對 我聞到它的清香 清的味道 今年的春茶很漂亮 天氣適合 所以它出產的茶就很漂亮 也滑了 我感覺到 我為何會想到用茶條酒 因為我小時候也很喜歡喝茶 我爸爸 即我十多歲的時候 去茶樓 也會自己帶茶去 那時候就是喝那個 人心烏龍的回甘 我到現在還是很喜歡 很特別對人心烏龍 有一個情意結 是一個對手不會停下來的職業 Antonio工作以外 一樣都不會停下雙手 喜歡去找和五感相關的workshop 看看有沒有更多的啟發 PMQ是一個 算是一個古蹟 再將它活活地呈現 其實它這種概念 和我調整的概念 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如果選擇一個workshop 我會推薦 和五感上有關係 可能是視覺和 嗅覺上的東西 你好 我做了一個 今月的workshop 今天的workshop 最主要是製造一個抗香石 和一個trade 去配合一杯雞尾酒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這些就是一些4-art的trade 另外這些都是一些首飾 都是用4-art來製造的 我們的特點 很多時候都是用一個水泥 再加樹脂 一個混合去製造 做一個混合 對,沒錯 可以除了自己的喜好 而去製造一個設計 對,待會你畫4-art的trade 你也可以製造自己的顏色 還有你想製造的 好… 我住在這附近 我每次都會看看 這裡會有什麼workshop 我剛好看到這個workshop 所以我覺得很有興趣 還有比較特別 因為這些都是比較 craftmanship的東西 自己製造的東西很開心 其實PMQ也有很多不同的workshop 我們自己為何會選擇這個來製造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 個人很喜歡水泥和樹脂 這些材料 但是沒有什麼人 好像我這樣 喜歡把兩樣東西混合在一起 但是我… 好像調酒一樣 對,一調在一起 那感覺呢 渦得來,但有一個顏色 我覺得很特別 水泥很多時候都會被人 一種比較冷一點的感覺 對,那我越玩越有興趣 那就不停在這裡… 那好,將你的興趣 變成一個事業 或者是職業 對,就好像我也很喜歡 弄一下飲料 跟客人聊聊天 對呀 我也覺得很享受 在這個抗香石裡面 會增加雞尾酒的香氣 我為何會選擇秘魯性目 因為我覺得它的香氣 會令我很舒服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睡不著 我也會點這個… 所以… 會是挺適合的 我覺得… 另外,那個盤也在視覺上 令到飲料更加… 又好喝又好看 我覺得… 真的… 很有天分 很隨意這幾筆 就是這個… 我真的看到… 就是這件東西的檸檬 這裡… 還有你看到白色和藍色的混合 那個位置… 幸好… 我覺得很治癒 對 OK 謝謝你 OK Antonio認為其中最代表到香港的 就是押納多年的老店 把老味道加入新創意做出品 也是他強行之一 是否照舊呢? 謝謝 好,等我一會 上班前的Pathens 通常都會喝蟹汁或者24味的去下火 尤其是天氣比較熱 我們去的那間都超過柳寧有八年的歷史 可以的 喝得很熟 可以的 他都知道 用它的蟹汁去做煙燻 配合雞尾仔也會用到 這棟樓應該也有好一段時間 有多久呢? 我們這棟樓應該有過八年歷史 過八年歷史 對 我聽以前老老闆說 我們在這個位置是看到海 是在這裡看到海 現在看不到海 是 由我小時候見過 我們以前這區主要是民生的東西 可能是粥粉麵飯、自多 我們旁邊以前是米店 我們可以扔米的 可以過去旁邊 但是現在真的沒辦法 很多店舖都沒有做 現在變成了餐廳、酒吧 餐廳、酒吧 你有甚麼特別的生產品 我好像看到有啤酒 對,我們的啤酒是用蟹汁羊的 近來我們出了一個用涼茶做的糖 是嗎? 對 這個還沒試 剛才我這麼說 有些外國客人很怕黑色的飲料 他們未必肯試 可能變成糖果 他們就願意去試 容易接受一點 沒錯,可以令他們認識到 我們廣東涼茶有甚麼好東西 然後可以去研究 深入一點 試多些不同的 沒錯 打個機會 而且他們可以拿回他們的國家 或者他們的地方 可以介紹給朋友 讓他們下次再來 沒錯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們可以推廣廣東涼茶 絕對明白 平時在外國通常都會走自由市場 今天我們會來到摩羅街尋寶 看看有甚麼廣東涼茶 例如這個茶壺 拿回去抹一抹 應該都好像剛潔如生 做個小擺設也很好 還有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 大一點的照片 是舊香港的 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一個很小的東西 但對於我們來說 那麼有意思 其實相對會比較大 對 對 以前的冬天 可能真的會買回一隻碟 去播放音樂 配合那個時刻 去喝那杯飲料 其實也是一個生活態度 我覺得 這裡好像很多不同的食物 還有相機 還有幻燈片 應該可以融入雞尾酒 又可以在觀感上增加 那就真是色香味俱全 這裡就是我平時上班的工作環境 我們的同事 通常我都會去我自己的小天地 去預備製造我的雞尾酒 Hello 其實這裡最主要是 我們去製造雞尾酒的地方 Slow Cook Machine 和Deggator 去製造乾果的Garnish 其實這裡會是我平時去製造 去不同世界遊走的時候 都會去買回來的 其中這個 會比較特別一點 我自己都會很喜歡 一條龍的Shaker 這裡是我想十分一 其實還有一個倉庫 去放我這些玩具 另外一邊 其實還有一些杯子 那些獎項也會放在這裡 我覺得Antonio 他是一個 知識很多的一個 一條龍師 我在Antonio身上 是學到很多一些 譬如剛才他說的 那些Machine的一些 技術 技術 究竟他怎樣去運用 怎樣去 可以拿到那些味道 是拿到更加好 譬如 衣服的技術 技術 他有時候都會給一些意見 我們在蟲種也是拿到很多靈魂去 去製造一些新的雞尾酒 我們會在茶店裡買了一個 荔枝的紅茶 去做了一個Cordio 裡面會有一點點的Citrus 和一個糖 做一個巴輪 另外也是 我每天都會經過的 借汁店裡買了一個 拿到Sugar King Juice 回來 去製造一個Combination 當然了 這條酒師當然要 放一點點酒 另外要加一點點的水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 會製造一個CO2 Combination 所以 就會有一個Dilution I'm a way back home 因為香港本身是一個小漁港 亦都有山有海 那個鄉鄉石代表山 那個Train 有些藍色 有些海 當然也有船 去襯托 整件事就像一個 一個Hong Kong 這樣的Style 其實五十大目標 沒有特別追求這件事 只不過是追求自己 相信我正在做的飲品 也很幸運 進入了World 50 Best Bar 是香港第一間 所以 都很開心 我這個地方 其實都算是一個香港的特色 因為認真的 在香港雞尾酒吧裡 九年 差不多十年了 都還在 都還沒什麼大 改變和裝修 其實已經是一個 很唯一的 亦是一個很幸運的 其實在香港 吃喝玩樂 在不同的地方遊走 其實都會好像 我們的雞尾酒 有很多不同的視覺 感官 上面 一個很新的 不同的體驗 所以其實都相似 我的Five Senses Cocktail 的Style 然後 嘻嘻 的 沒有 對 看 的